2個男的吃棍棒 吵另一名男子猛K狂奏 从中央分隔岛一路达到路中央 一旁女子拿手机录影试图劝架 3个人乱棍户打边打边骂脏话 一路挨打的花衬衫男子衣服被撕烂 3名男子清晨在大街上混战 完全不怕被车撞 大吵大闹把附近民众都吵醒 地点就在彰化市金马路 三个人打完后就鳥受散 警方获报后掉一间士气发现 双方疑似因为行车纠纷起冲突 目前循现根据车牌 要找到这三个打架的男子 在观看影片的当中 我们发现有一个男子磁的棍棒 打到另外一个男子的头部的部分 出不研判应该是行车的纠纹 但警方也不排除斗路事件 也有可能是双方早有结怨 尽管目前没有人提告 只要找到当事人 仍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就办 就在陈胜伟 杨静 谢云针 彰化采访不到